嗨 大家好 又到了熊猫博士和拖拖时间 我们去看看今天皮皮的巴士 要带我们去哪里吧 你好啊 皮皮 下一站是去哪里呢 我知道了 你要带瑞奇去他的象棋俱乐部 还没到目的地吧 皮皮 你怎么停在路中间呢 哦 这样啊 原来是堵车了 好多车都停在这里啊 瑞奇有些担心他会迟到 不用担心 瑞奇 我们会去找出堵车的原因的 嗯 是什么造成了交通堵塞呢 看起来是一个黄色的东西 应该不是香蕉吧 托托 可怜的牧婶也正堵在这里呢 别担心 我们很快就会找出原因的 嗨 奥莉 车可真多呀 快看 这就是原因 是狐帕的推土机 看起来他在里面睡着了 是他造成了堵车 狐帕 嘿狐帕 快醒醒 皮皮需要弄醒狐帕才能让他把推土机开走 你们能帮助皮皮决定如何叫醒狐帕吗 那么巴士上有什么皮皮是可以用的呢 我们可以打开车灯 或者用雨刷 或者用喇叭 还是用收音机呢 哪一样最适合用来叫醒狐帕呢 车灯 还是雨刷 喇叭吗 还是收音机呢 呃 嗶嗶 答对了 是喇叭 接下来数三下 让我们一起喊滴滴 你能做到吗 一 二 三 你好啊 狐帕 你的推土机挡住路了 你能把它移开吗 谢谢了 狐帕 好了 那么道路恢复畅通了 我们走吧 皮皮 干得漂亮 皮皮 瑞奇及时赶到相机俱乐部了 谢谢你们大家的帮助 期待下次皮皮的巴士带给我们的全新旅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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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haf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